三 二 三 十一季 菩提加也會選 正式啟用 眾人的掌聲加上歡呼聲 祝賀的是慈濟在佛陀正道處 菩提加也終於有了家 在這個菩提加也事實上 只有短短的到今天 只有六個月而已 所以我是非常感動 我們辛馬團隊在這個地方 非常快速地將布置了 南比尼他們在那邊推動的經驗 建構一個很重要的家 讓大家可以說我到你家來 我有需要我也到你家請你幫忙 這棟樓高四層 加上地下一層的旅館 就是慈濟菩提加也的新會所 目前至公規劃 一樓是大廳 辦公室和診所 二 三樓是療房 四樓則是還在興建中的廚房 至於地下室 未來將設置職能培訓教室 幫助當地民眾學習一技之長 我們是印度人 所以要非常感恩的大家 然後我以為你們是 我們就是老天 把你們走到這裡 他們拉過的 辛馬志工團隊迎接新加洛城 從這個月初開始忙碌 簡單佈置後 莊嚴啟用 有了新會所之後 期待我們有更 未來有更好的音樂 能夠善用這個會所 希望我們一一能夠建議 更多的菩薩 希望未來菩提家也將是一個 菩提靈力的菩薩基地 沒有家我們就會向福平 在有家你就可以生根 播種 佈善種子 片宮得鐵 佛陀正道所在 也是全球慈濟人心之所向 有了家 心定了 菩薩道上的門部 也能走得更踏實 大愛新聞 這是美之宮 魏玉縣楊文輝 陳立雪 羅金田 印度報導